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听老宋,砍大山 经常啊,有我们身边的人啊,我们这些人啊,都会纳闷一个问题 说,我勤勤牢牢,辛辛苦苦一辈子,很努力,很奋斗 结果呢,还是一个生活在相对于最底层的普通人 为什么呢?难道真是我命不好,还是我怎么定呢? 我这么勤肯,这么辛苦,这么努力,还是,也没拼上去 还是,不说最底层吧,就相当于底层的普通人 当然,现在社会永远都是金字塔状的,永远是最底层的普通人多,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上不去呢?原因在哪里呢?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分析分析 达拉伊,解解货,看看朋友们这些不解,原因到底在哪里,是不是? 好了,第一点,老叔认为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甚至爷爷奶奶,就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 对吧?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那就先说了,啊,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也会成为普通人,逆袭成为通向罗马,能不?当然能 第一次介绍了,第二,有一句话还说得好 你条条大路通罗马,等你到了罗马之后,你才发现,人家出生就在罗马 你是不是崩溃了?你好会到那了,看哪个眼花辽断的 人家从小就生在这,那能一样吗? 所以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的原生家庭问题 第二个原因,就和第一个原因是有牵连的 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我们父母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低层普通人,那我们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受到的价值观和我们 给我们的选择很多都是错误的,甚至是不对的 他们的,本身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观和他们的教育方向和他们对你的选择就是有错误的 他们的认知就是有限的,所以给你的也是有限的 传达给你的有限的,所以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有限的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那说,就是说,现在各个高省啊什么事,高好庄园去吃 大部分家庭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家庭都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他们受的教育理念,父母给他们的规划都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平常人达不到的那种高度,因为我们确实没到那高,理解不了 我们就会高孩子,好学习,人家是从小就给孩子每一步都一个规划了 就该怎么怎么样,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样,甚至一直,我就是看过外国一个什么片子啊,或者一本书啊 给孩子,就是说,出生,这孩子出生,我一直就给他规划到三十,这孩子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都给规划好了,你只要正常去努力,就不会太差 我们是啥,走一步上一步,看吧,学习好就学,学习好干这个,啥都行,反正是 这样,就没有家长,这不能怨家长,因为他就在这城市,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也就在这城市 我们给我们子女规划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我们也和你比不了 这就是造成了我们很难出恩投地的也是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必须要承认什么,选择大于努力,头脑大于勤奋 这个是肯定的,但有的时候你的一个选择正确 那事半功倍,如果你选择不正确 你带努力,你也是一个普通人 对吧,你一个中地呢,你说你怎么努力,你不还是中地呢,对吧 就是选择肯定是大于努力 头脑肯定大于勤奋 你要是方向不对,那肯定也是 大部分都是无用功,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你说咱们怎么能选择好啊 怎么能那个头脑好啊 这就不就牵扯到第二条了吗 就是你要接受一种好的教育观念 一种好的价值观,从小都给了你灌输那种选择的概念 思维,这种你才能就 所以说,和第二条又牵扯了 这是第三条 那第四条是什么呢 第四条就是老宋常说的一点 就是什么,勤劳自负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就大家不要相信这句话 勤劳和自负根本就不是话等号了 我认为勤劳可以不穷 你不会说太穷,不会温饱出过你,不会吃不上饭 但是勤劳和自负完全没有关系 自负,勤劳可能会自负 但勤劳还有很大概率,不会自负 就这么一个概念 自负完全不是话等 就说我勤劳就能自负,那就完了 那所有人都能自负了 对不对 你说那个建立工地的工人他不勤劳 他比谁都勤劳 他不还是这样呢 他怎么能自负啊 对不对 你说你摆个小摊,你卖煎鸣果子 你说勤劳不勤劳,勤劳啊 那你说,只能是说什么 你能成为一个普通人,不太穷 一时还无忧 温饱没有问题 这是勤劳的目的 勤劳目的本来就不是自负 对吧 自负还像刚才那条 自负还得是靠头脑,对吧 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 第五点就是什么 第五点就是社会底层 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底层 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本来资源就少 人数又多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哪个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嘛 对吧 越上头的越少的人 对不对 然后对普通人底层的越多 那我们普通人太多了 全在这个最底层 同样的资源 我们这么多人来分享 那一定是很少嘛 对吧 那大家这么多人 想去努力 想去除来 你想一想 你再等于和这么多人 在竞争 对吧 你比如说啊 我们一百个人在竞争 我们竞争一个名额 你受百分之一的机会 你要十个人竞争一个名额呢 你就十分之一的机会 那当然你到这底层 你可能是一万个人 竞争一个名额呢 就万分之一的机会 何况可能我们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你必须 咱都不说你能不能到达上面那些 和他们怎么样 你必须能打败同阶层的很多很多人 是能打败同阶层的所有人 对不对 你的头脑啊 你的智商啊 你的努力啊 你的勤奋啊 你得能打败他们 都在很勤奋 都在很努力 你凭什么就得达败 你好了 咱们都是一个水平先生的 都是普通人 都是普通家庭 我得超过你们 这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资源有限 人数众多 大家想脱颖而出 在这些人当中脱颖而出 很费尽这些事情 咱先不说你可以跟别人去PK 比如说什么中产家庭 好家庭 我说跟他们去PK 咱先不用说跟 你先得跟同一样的人去PK 你咱把他们PK过 你才有机会 是不是 这就像什么 你是小学 你在一个班 你说我这班级最好 我考了一个好的高中 我高中什么 各个班级最好都来了 在这里时候 你又和这些人 才有一个机会PK 对吧 你先得和自己这个PK 你想想说 你最好的高中 说学校 你这些人PK 你才能上去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连这些人都PK不过 连好高中都上不了 你怎么想着去好上大学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想匹配过同一水平的 这个普通人 这种社会 都不容易 所以你怎么能出人头地呢 你得是 这些人都不在你的话下 你才有机会 是不是 这事就是第五条 第六条都是什么呢 我们普通人 社会底层的那些普通人 我们没有 试错的机会 就是我们错不起 我们要想成功 就得是 一步一个脚刃 每一步都不能踏错 当你一个选择错了 你也就可能 再也翻不过来了 你对你来说 可能就是深渊 你就回到原点 永远也不可能回来了 这都知道 某个富翁 给孩子 我先给五个亿 去做生意 如果赔了呢 我再给他五个亿 再做生意 如果再赔了呢 再赔了 你就不行来吧 回家继承家产来吧 我听着是不是很生气 都觉得 你呢 去吧 干一回 赔了呢 赔了完了 一决不认了 你没有本钱了 你得先了 怎么着 就算你再努努力 再点什么 你又挣了点钱 再盖一次 要再赔了呢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吧 普通人就这样 没有容错的机会 就是我们这些人 所以就算你有些头脑 你有些魄力 你也看准了 但是你错不起 有一些人 我可以 我错了 犯了一次说 我可以再第二回 第二次我会 第三回 但是对你来说 只有一次机会 每一步都有一次机会 选择每一次都 好多选择都 每一次都得选对 每一次都得选对 就像抓极势 每一次都选对 每一次都选对 你才能冲出去 那么容易呢 不用多 每次给你三条路 选十回 你看看你能选对多少回 你看能不能冲出去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我们不容易 我们拼搏了半生 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朋友们说 听了这么多就知道了 勤劳无用 努力无用 不努力了 不勤劳了 那肯定不对了 因为刚才说了 首先你勤劳努力 你可以保证自己的 一时无忧 可以保证自己 温饱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保证你的家庭正常生活 还有一种 你的勤劳努力 你会让你 就是你还在这个城市 但也会让你前进一点点 同样都在这层次 比如说 需要考试一样 我原来是六十分 但通过我的努力 会当到八十分 通过我的努力 八十五分 虽然我还在这个班级里头 还在这个城市里头 但是我再一点点的提高 当你每一点的提高 都是给你的后备一个 那个他努力的一个平台 就是给他多大高的一个平台 哪怕这个平台 就大高了一个凳 都是有用的 未来对他可能 这一个凳 对他来说就是 受益无穷的 所以勤劳努力是没有错的 无论我们勤劳努力 最后怎么样 大富大贵 没有 也很正常 大多数还是普通人 至少我们 一时无忧 我们生活的还可以 这就OK了 是不是 勤劳有用 但是我们不要想着勤劳 真的能让我们改变什么 就一定能让我们改变 有可能会改变 但不是一定的 朋友们认为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听老宋 看大声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拜拜